这个是按键板的线 它这条线呢 只有单独一根进来这里 这一条的话就是空调面板的插头 这两个插头是很像的 所以你要看清楚颜色 它这是一打过去的 是插空调这里的 这个是原车空调盒 原车空调面板把它给拆开的 拆开之后这半边不要 只要它里面这一节 这一节插在这个座子上 这个座子因为找不到很匹配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切成一半 然后这个是 主机插线 音频 这里的 这里插三个插头 这是CD机的插头 然后空调这里也可以控制 它一共有五档 原车本身就只有五档 然后空调显示也有 也只有显示五档 然后 所有功能都正常 讲讲声音